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一下什麼叫做切中路 然後為什麼要切中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自己的手 你看我們的手 通常食指這邊的骨頭會比較長 這邊會比較短 那你可以做一下實驗 你看到如果你的出拳往這邊打過去的話 跟往這邊打過去的話 好,你打打看 這時候這邊的力量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往中間打 那再看一下我們剛才說的骨頭 你看喔,這邊比較長 如果我們打過去的話 這樣子會比較打到整個面 然後我們受到的衝擊力 也不會因為這樣打過去 然後只衝擊到我們這兩根手指頭 不會那麼痛 因為其實打拳啊,你還是遵守物理定律 就是有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那如果你這樣整個打過去 那打到這個面 你會整個拳頭都有承受那個壓力 那這樣子你表面機構的話 你那個力量不會太集中 就不會那麼的傷害你的關節 那可是如果你打這邊的話 他就會很容易 只打到這裡 然後衝擊力太大 你有可能就會受傷 好,然後 你們可以先實驗一下 這樣子 跟這樣子 好,那 你會看到很多人打拳啊 他其實 很多師傅他會 沒有跟你講說 為什麼要這樣打 那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蹲著馬步 然後而且還要這樣子旋轉 來,我們看一下喔 平常 我們練基本功大概都是這樣子 然後 這樣轉過去 打過去 好,那 你會發現 為什麼要這樣轉過去 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們不轉過去的話 直接這樣尻 你會發現 力量 會少了一點 少了什麼 是少了螺旋力 因為 你會看到我們肌肉啊 很多都是旋轉性的 所以說呢 很多武術啊 其實 很多練武的人 他們都會知道 我們需要一個旋轉的勁 那樣破壞力才會大 因為 讓別人受到 不正確的旋轉力 他的關節就會更容易受傷 這就是一個 打拳的一個要力 好,那 我們再示範 再試一次喔 我們一起試一次 這樣打過去 跟 跟這樣子 直接打 你會發現 拳的威力弱很多 不幸的話 你可以稍微試試看 但是呢 有些人那個 動作不連貫 你就沒有辦法把這個 一拳的那個 螺旋的那個勁啊 把它打出來 好,那你們可以多練一下 就可以感受到那個 不一樣 好,那我們剛才再講一下 那個作用力 與反作用力 那你會看喔 很多 所謂的武術中師啊 他其實都沒有把 馬步打穩 那如果你有馬步打穩的話 其實 你看喔 我們 如果飛起來的話 我們打到人 然後就會 飛出去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沒有足夠的衝擊力 因為 你打下去 跟 呃 這樣打下去的那個 只有你 呃 應該是說 嘖 這個作用力啊 跟 他給你的反作用力啊 頂多 只能抵消你的體重 那如果啊 你要 達到超越你體重的力量的話 你必須要用 力由遞起 也就是說啊 你讓你的腳的 那個反作用力啊 遞給你的反作用力 把它打到他身上 這樣子的衝擊力才會更大 好 那 所以說呢 呃 很多那個 下盤不穩的啊 你看那個 那個 現在有很多那個什麼 單挑 那個什麼 太極中施什麼的 然後你看他下盤 根本很不穩 然後接下來是 呃 我們講一下 切中部這個 再繼續講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你看很多 拳擊手 他大概都會這樣 這樣做 那可是呢 這樣子是不打臉對不對 可是 中門會稍微小開 因為你看喔 他們通常會這樣子做 那可是這樣子 遮臉 那 肚子這個中門啊 有可能會開啦 因為 呃 我是不太的了解西洋拳擊 但是呢 呃 因為這個手啊 沒有辦法擋住到全身啦 那 所以說 呃 他們大部分都擋臉 那 這樣子的話 有可能中門就會開 然後 而且他們的站姿啊 或許每個人的步伐不一樣啊 那 切中路的時候啊 不只 你可以用這種切的方法 你還可以用腳切 你的腳如果 夠力的話 然後對了 還有腳啊 你會試試看 我們用 腳尖啊 跟 用 那個 腳跟啊 是完全力量不一樣的 所以你的筋 要練到 夠軟 你才能用腳跟 踢出那個 腳跡 那這樣子可以 用腳去切他的中路 然後 而且一樣喔 我們在踢的時候啊 也一樣要踢中路喔 這樣子力量才會比較大 然後而且 你要下盤要下壓 因為這樣子 你會比較穩 啊 廣播在吵 我 我 我關一下他 好 好 我們繼續 那 踢這個下盤啊 你一定要稍微蹲低 讓你的那個 重心往下壓 那你重心往下壓的時候啊 你踢出來那個 那個 勁啊 才會比較強 而且要用腳跟 好 那記住這一點 不用啦 你們也沒有在練武術 如果有練武術的人 可以稍微加減停一下 好 那這個切中路的問題呢 就是 如果你看喔 我們手往這邊拉 會蠻方便的 所以這樣打過去啊 這樣子打過去 就可以打得到整個面 那如果你看喔 你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然後打的話 你不可能 把手勾成這樣 因為勾成這樣子 你的力量也會受限 如果把你的手這樣轉過來 然後這樣勾 這樣會打到平面沒錯 可是 力量減少 然後你的關節也會受限 那 接下來是 你看喔 如果他打上面的話 其實拳頭要變直的喔 這樣打下去的話 因為 你的關節 容易這樣子 但不容易這樣子 所以說呢 你這樣打 他一樣會打到整個面 所以 打上面的時候 你會看 葉問啊 他會 會這樣擠過去 然後這樣子 力量啊 一樣 也要放在中間 你在出拳的時候 往中間打跟 從側面打到側面的話 那力量是不太一樣的 你們可以 稍微仔細去感受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